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合 行止 一切得失成败都普遍存在于整个战争的过程之中 战场的一举一动 莫不与利害有关 与利害是息息相关 利害关系就显得特别尖锐和突出了 作为一名统帅 要实施正确的指挥 在战争中 在战斗中 必须善于权变 权衡利弊 随时从利害两个方面来看问题 来考虑问题 而不能只看利 而不知害呀 否则你就会麻痹大意 不能 只见害 不见利 那你就算上了这些信心了 不用打自己就气垒了 于是孙子在《九遍篇》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孙子的原话是这样的 是孤智者之力 必杂于利害 杂于利 而勿可深也 杂于害 而患可结也 翻译圣先生的暗语 聪明的将帅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在谋划作战方的时候 必须考虑到利弊得失 两个方面的因素和因果 在不利的条件下 要看到有利的因素 那么作战就会顺利的完成 那么在有利的情况下 要看到可能会发生的不利的因素 那么呢 祸患才能解除 孙子这段话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 事物存在两面性 利于害 好于坏 没丑 由于你通常相互转化 相互依存 第二 考虑问题一定要利害坚固 只看利 忽视害 千万要不得后果严重 第三 利害 相互转化 晒于从害中求利 才是大智慧 下面我用三个成语来解释这三个问题 首先 用塞蒙施马来分析解读事物 是由利弊两个方面存在的 利益还好于坏啊 战国时期 塞外就在北方啊 有一个老头 姓塞 明翁 塞翁 他养了很多马 一天马群中一匹马丢了 邻居听到这个事啊 就来劝慰他 年纪大了 不要再意 踩走人欢乐就行等等 可是塞翁呢 却对劝慰人说 丢失一匹马算不了什么 没损儿 还会带来福气呢 邻居听了塞翁的话 心里就觉得好笑 马丢了 明明是件坏事 您老人家怎么说是好事呢 显然是自我安倍吧 于是大家走了 可是过了没几天 得 真拥了塞翁那句话 丢失的马回来了 而且还带了一匹高头骏马 马是群居的 带回来了 邻居看塞翁的马回来 而且带一匹好马 非常佩服 这老头有远见 于是向塞翁祝贺 还是您老有遇见 祝贺祝贺 可是没想到 塞翁呢 反倒一脸的不高兴 忧心忡忡的说 哎 没什么值得祝贺的 白白得一匹好马 哪有天下免费的午餐呢 未必是福气啊 也许会惹出什么祸端了 邻居以为啊 这个塞翁得偏的卖乖 心里明明高兴 却有意不说出来 够狡猾的 于是 大家散了 过几天 果然塞翁这句话又阴暗了 塞翁有个独生子啊 他喜欢骑马 见那名高头骑马 刚回来啊 是是翻身跃马 结果呢 大意了 一个猎气从马上摔下来了 把腿给摔折了 正午没接好 瘸了 邻居又来了 安慰塞翁 受伤了 叫人没事 活着就行 塞翁说 没什么 不就甩断腿吗 命保住了 或许还是福气呢 邻居就觉得 这个老头总是说些不糟私肉的话 因为大家实在想不出 腿筛蛇了 怎么还能带来福气呢 想不出来 不久 塞翁的话又营言了 北方少如民族大举入侵 国家开始大规模征兵来抗敌 塞翁的儿子是个瘸子 自然不在征兵之内 村里很多年轻人都被征兵走了 征兵的人没有一个能回来的 而塞翁的儿子却活下来了 塞翁师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几千年了 他告诉我们 事物从产生那颗起 就有两面性 厉害相关 货福相随 人们在思考问题的同时 要超越空间 超越时间 去观察问题 警惕事物有可能出现极端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 无论福变祸 还是祸变福 都要有足够的心理 用老子的话 叫什么 祸兮福之所依 福兮祸之所福 第二 事物存在两面性 要求我们要辩证的看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倘若总是一厢情愿的认识和好的问题 不善于用厉害坚固的思维模式去看问题 只看烈不看嗨 就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中国有句成语 叫螳螂谱蝉 黄雀在后 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故事来自于西汉流向的说乐 有这么一个记载 意思是说 后花园有一棵树 蝉就是资料 有一只资料 趴在树上 在醉饮着树枝 没想到 一个螳螂在盯着它 趋着前爪 要捕捉这个资料 而这个螳螂 却不知道正在这个时候 它身后有个黄雀在盯着它 要吃这只螳螂 引经啊 真正不得要吃它 可是黄雀呢 又不知道 我在举着弹弓 要射它 支铃 螳螂 黄雀 这三个小动物 都极力想着眼前的力 而没有考虑 而没有考虑到它身后隐伏的祸 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智者之旅 必再厉害的造力 办什么事 一定要厉害坚固 不能只判力 只看力 而不看害 要想求力 必先治害 左右看一看 有没有风险 然后再获取眼前这个力 第三 厉害 是相互转化的 我们要善于害中求力 这是大智慧 韩信 过去讲过 摆是一个背水为战的队形 敌军祖赛陈瑜 看到这韩信摆一个什么奇怪的队形啊 笑了 韩信同有其名啊 背水为战 不留后路 兵家之大忌 他这是找死 然后来 韩信赢了 打完仗 纵将士 就问大将军韩信 兵是不是说 不列队形 要背山面水啊 您怎么是背水列真呢 而且你还赢了 不知道是兵法错了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就问韩信呢 韩信说 我这招啊 不违反兵法 兵法早就讲过 只知死地 耳后生 只知死地 兵士们 就会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 拼死 拼死决战 现在我带着的军队不是我训练出来的 这就如同人们所说老百姓一样 老百姓到战场 一旦交战 看不好不塞了跑了 而我今天让他没有跑的地方 他只能给我拼命 这叫直击死亡后生 大家一听 哦 相互转化 厉害 从害中求力 大智慧 佩服得五体投地 弹性和战力 最后演变成后来背水一战的争余了 那么上述三个成余 塞梦施马 螳螂捕蝉 黄蟹灾后 背水一战 是我们家臣对孙子 智者之律比灾厉害 灾厉 而勿可深意 灾厉害 而换可结业 得理解了 曹操啊 对这件话 有段截图 他说灾厉死害 灾害死利 丰连想到千年 和平想到战争 工作顺利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平静的心态 千万不要得意忘形 忘乎所以 否则当出于秘境 出于嘀咕的时候 必然受挫 当工作生活 出于嘀咕的时候 心情一定显得前面有一座高峰 不可因为低谷而灰心向气 颓废自己的意志 而要在低谷中积蓄能量 丰富自己 养君欺锐 乾隆无用 潜心修炼 等待下一个高峰的到来 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